无良物业趁我不在 将我五百万的房子给卖了 神 什么 你把我房子给卖了 当我得知五百万的房子 被物业私自卖给了别人 我直接惊呆了 李麻子 你什么意思 房产证在我手里 你是怎么把我的房子给卖出去的 这 这 我看你房子空在这里 一直没有装修 我以为你不要了的 所以我就给卖了 好家伙 房子空了两年 物业竟然以为不要了 那你没有房产证 是怎么把房子给卖掉的 在我的一再逼迫下 李麻子终于说出了实情 其实 他手里的房产证是假的 那大哥一听到 自己手里的房产证是假的 顿时暴跳如雷 他妈的 你说什么 老子四百万买的房产证是假的 你再说一遍 说着 那大哥就抡起拳头准备动手 你特么赶紧给老子说清楚 到底谁的房产证是假的 那李麻子见大哥这气势 只好颤颤巍巍的说道 你手里的房产证是假的 我当时不是说 免费帮你办理 房子过户手续吗 然后我就去打印店里 花五块钱给打印了一本 假的房产证 当听到物业经理这番话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大哥更是直接暴怒 特么的李麻子 你居然敢这么耍老子 我这装修还花了五十万呢 今天无论如何 你得赔老子四百五十万 随即大哥就掏出手机报了警 不一会儿 叔叔同志就来到了现场 接着那大哥就把所有事情 和叔叔同志说了 叔叔同志 这小子骗了我四百万 赶紧把他抓起来 听完大哥的叙述 叔叔同志也是一惊 这都是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操作 接着他朝李麻子说道 李麻子 你赶紧的 先把钱还给人家 取得人家的谅解 或许可以从轻处罚 李麻子见事情闹大了 只好全部交代了 叔叔同志 是这样的 房子是我和王二狗一起卖的 那四百万是我和王二狗一起分的 我们每人分了两百万 说话间大家往后看去 并未看见王二狗 王二狗人呢 不知道啊 刚刚他没来吗 这时候李麻子才注意到 王二狗人不见了 赶紧的你先打王二狗电话 叫他过来 接着李麻子就掏出手机 拨打了王二狗的电话 而此时的王二狗电话 已经打不通了 看到这一幕 那大哥慌了 什么 那王二狗的电话打不通了 叔叔同志 可要为我做主啊 好了好了 你先别急 我们会帮你追查的 接着叔叔同志 朝李麻子说道 李麻子 你的两百万呢 赶紧先转给人家啊 那李麻子 支支吾吾的说道 这 这 叔叔同志 我的两百万 转给我老婆了 我现在 给我老婆打电话 让她带着银行卡过来 随即她就拨打了 她老婆的电话 等了好久 电话才接通 当接通电话 李麻子就迫不及待的说道 老婆 出大事了 你赶紧带着我 转给你的 两百万过来救我啊 不然我要进去了 谁知电话这边 她老婆张晓月 却是不屑的说道 什么两百万 什么救你 现在我已经和王二狗 在机场了 我们准备去国外发展了 听到这话 李麻子顿感不妙 神 什么 你和王二狗 去国外发展 你赶紧把电话 给王二狗 老子有话和他说 随即张晓月 就把电话 递给了王二狗 喂 立格啊 你又什么事情 赶紧搅带吧 我们的肥鸡 马上九咬七肥了 二狗 你什么情况 去国外 去什么国外 立格啊 整个 见王二狗 吞吞吐吐的 张晓月接过电话 直接说道 事到如今 我实话和你说了吧 你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 而我有两百万 王二狗也有两百万 我们一起有四百万 我们去国外 可以过上 衣食无忧的生活 而你就安心的进去吧 你之前不是承诺 让我过上 阔太太的生活了 现在你终于做到了 对了 还忘记和你说了 我和王二狗 已经有个孩子了 只不过才三个月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 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就这样吧 你自求多福吧 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 听到这话 李麻子直接蒙圈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前线奋不顾身的杀敌 家却被兄弟给偷了 我套他猴子的 妈的这样 对老子要让我逮到 看我不拔了他们的皮 接着李麻子就被叔叔同志 以偷盗队和诈骗队 给控制了起来 没过多久 王二狗和张晓月 也被叔叔同志抓获 四百万赃款 也全部被缴获 故事的最后 王二狗 李麻子 因为犯偷盗罪 诈骗罪 被判十一年 张晓月被判四年